范瑞说得对 钱财买身外之物 既然咱们是一家人 无论你们离不离婚 这个股份都是你的 爸 忙着呢 是 雷总回来了 准备点资料给他 有心了 越难为你了 爸 我一会儿还得找过范瑞 工作上的事情 我就没有那么多精力了 以后雨天 就交给雷总 不过您放心 我拿他起放得下 笑语啊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公司的事吗 不 是咱家的事 来 我想把股权 现在就给你 爸 那天离婚没有离城 不是我的意思 我没有逼他 我知道 他旅选都已经告诉我了 假如我不跟林向远离婚 我们两个人的股权 可不可以先怀到他的名下 闺女啊 这可是大事啊 你要想清楚啊 我不是让您现在就给他 我不是让您现在就给他 我是在想 如果他有了股权 也许能安心一些 他会觉得我们真的把他当家人 你也不必再瞎我了 晓月啊 医生都已经告诉我了 你也不必再瞒我了 范琳的病 其实很重 他能够这么快地好起来 多亏了你啊 这段时间 你辛苦了 过去我放着你 过去我放着你 是我不对 这段时间啊 我也想了很多 范琳说得对 钱财买身外之物 既然咱们是一家人 无论你们离不离婚 这个股份都是你的 爸 晓月 你一个人在外打拼不容易 我把这些股份给你 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看到你能在这个公司立足 能够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这个 也是你应得的 这些股份啊 你就很好吃 你这是何必呢 咱们辛苦打了天下 为什么雷宇峥一回来 你就要公仇扔人 这不像你 谢礼 我告诉你 虽然我现在有宇天的股份 但是宇天不是我的 也不是你的 你说的什么收网跟布局 我也听不懂 关于衡山基金跟我也没有关系 我更没有资格插手 你也没有资格 我的话说完了 出去吧 宇峥啊 S机那边是什么态度 他们现在还在评估 让我们等候消息 宇峥啊 怎么这么短的时间 宇天的股价就涨得这么多 看得出来 恒山基金他们正在吸筹 有人收就有人卖 这就是故事 获利的机会 谁都不想放过 大股东那边现在什么反应 都沉不住气了 有的已经开始抛售手里的股票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S机那边的反应了 S机电话 嗨 雷宾 宇峥 怎么的美好之约呢 怎么是刘先生一个人来的 你见到他了 我当然见到了 刘先生啊是个困难 有的和胆量都是一流的 恐怕以后和你们做生意 没那么容易了 瞧你这话说的生分的 下次 我一定专门飞去国外 跟你赔布施 宇峥 宇天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你有什么想法 宇峥 有些情况我得告诉你 就在刘先生到S机的同时 恒山基金在国外的代表也来了 所以董事会还在评估 今天晚上会有个答案 你也知道 商场上的从与法则 是从来不欢迎弱者的 所以我事先提醒你一下 如果消息对宇天不利 我也没有办法 用一句你们中国的古语来说 爱莫能助 雷宾 你的中文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行了 我都知道了 不过 中国还有句老话 将买卖不成情意在 希望你们不要做落井下石的事情 怎么样宇峥 S机那边什么态度啊 江叔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集结一切力量 通知那些大小股东们 一定要赚紧自己手里边那些股票 说到股东 余政啊 有一件事情 我恐怕得告诉你 我已经把林向远 和樊磊的共有股份 给林向远了 樊磊没了孩子之后 得了抑郁症 是向远一直陪着她 我相信 她跟以前 已经不一样了 也相信 你也能够原谅她 好 江叔 我尊重您的决定 谢谢